MARTEN SCORSEZE 你知道Martin Scorsese這個導演嗎? 那個拍出了計程車司機 還有其他眾多影響深遠作品 基本上完全啟發了小丑這部電影的男人 你知道他說了什麼嗎? 他說漫威不是電影 比較像遊樂園 那你知道Francis Ford Coppola嗎? 那個拍出教父這個教科書等級的電影 從此幾乎沒有任何一部電影 沒有受他影響的導演 你知道他說了什麼嗎? 他認為漫威電影非常可恥 想當然而網路上的人 吵得不可開交 讓我們倒帶回去一點 11年前漫威從破產谷底 靠鋼鐵人御火重生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了 而漫威這個毫不減速的戰爭機器 讓許多電影公司群起效仿 DC 怪獸 莉鷹宅 還有那個什麼 有人記得那個還沒起步 不知道已經胎死腹中的那個叫什麼 毫無疑問的 漫威創造了一個難以複製的書故事模式 一個包含眾多角色的宇宙 但是對於整個電影產業 以及觀眾的口味的潛質 也是不可否認的 Steven Spielberg幾年前也說了 超級英雄電影會走上西部片沒落的後路 看來這句話永遠不會有成真的一天 但是既然超級英雄電影在可遇見的未來 作為電影的門面 必須思考的問題是 我們會希望超級英雄電影 作為普羅大眾所認知的電影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定義電影一詞 尤其是Martin Scorsese口中的電影 他所說的是Cinema 並不是常人口中的電影 不是你為了把妹兒隨便找去看的電影 不是你到了電影院才決定要看哪一部的電影 Cinema一詞 是表示經過130年演變的電影藝術 電影藝術是什麼? 問100個導演你可能會得到101種答案 對於Martin Scorsese來說 漫威電影充其量不過是一群在遊樂園裡 非常賣力的演員 而不是人類試圖向另一個真正的人類 傳遞情感和心理體驗的電影藝術 但是Coppla更不留情 他說 Scorsese沒有說漫威電影非常可恥 但是我就是這樣認為的 批判超級英雄電影 或者說流行電影並不是新鮮事 Judy Foster在兩年前就用過遊樂園來形容商業片了 但是在這場爭論之中 數對數錯也許不是我們該討論的 也許該聚焦的是為什麼這個討論重要 對於Martin Scorsese這一番言論 也許沒有任何人該感到驚訝 當初他就是美國新浪潮重大推動者之一 窮極一生在眾多商業片之中開拓自己的路 沒有他如今的電影會看起來極為不同 更別提Coppla 教父一二跟現代啟示錄 都是在談論影響深遠的電影時 不可能掠過的作品 所以單純將他們所說的話歸類為 老人對著天上的隱亂罵 絕對是不公平的 毫無疑問漫威電影絕對是娛樂多於藝術 相較於這些導演的電影 漫威電影就是用鮮明的 容易讓人產生崇拜和連結的角色 以及驚人的特效 來讓觀眾放不下這個世界 Scorsese遊樂園的比喻確實有幾分真實 但是電影從來就不是非黑即白的事 這點他應該最清楚 有沒有同時是遊樂園 卻又是Cinema電影藝術的可能性 他們雖然是電影界的翹楚 但是在任何藝術領域 即使是大師也沒辦法真正定義到底何謂藝術 對於捍衛漫威方的人來說 只要能讓人有所感受都能算是電影 美國漫畫代表人物Kevin Smith如此表示 對我來說 Scorsese從來沒有跟他老爸坐在電影院裡 體驗70-80年代George Lucas和Spielberg電影 他沒有感受到那種驚嘆和魔力 這對於許多觀眾來說是非常私人的 沒有人能否認英雄電影的粉絲非常熱情 有時候也許有點過度熱情 但是他也許談到了最重要的一點 如果這些電影能夠在觀眾心中產生魔力 這難道還不夠嗎? 我相信Scorsese和Coppla都不會說 星際大戰和諸羅紀公園沒有資格被稱為電影 而無論你喜不喜歡 無論你對漫威電影怎麼想 漫威電影就是年輕族群的星際大戰 這些電影縱然是迪士尼大企業底下的賺錢產物 但是也不能說他們全都是毫無靈魂和情感的 憤世技術商品 至少對於大部分觀眾來說 這些角色和時刻是在他們心中有重大意義的 Yondue的一句 他也許是你父親但是他不是你老爸 Tony彈詞之前說我是鋼鐵人 Steve舉起雷神之槌 Killmonger死前的自由宣言 這些都能夠被稱得上是電影魔力 縱使漫威電影多數時候都是被設計來讓觀眾獲得最大的娛樂 這些娛樂之中所激起的情緒是無庸置疑的 不過這也不是說漫威粉絲可以高高的咬著電影藝術的棋子 說Scorsese只是看他們眼紅 關於這個討論 Natalie Portman也提出了看法 我認為漫威電影會如此受歡迎 是因為他們非常具有娛樂性 人們在下班休息時間之後想要得到的就是娛樂 畢竟平常生活已經夠辛苦了 在這場蠢槍舌戰之中 也許他說的這段話在客觀上是最接近事實的 電影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就是娛樂 在看電影的時候被提醒生活中的苦悶混亂和衝突 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這就是為什麼大型商業電影 鮮少有時間去真正探究其中的主題 因為能夠將值得討論和娛樂性兩者融合在一起 需要大事之中的大事 但是對我來說 以及那些對於看電影不只是追求娛樂的人來說 看電影追求的不只是逃脫 而是一個以不同角度探索這個世界的冷靜 Cobra除了說漫威電影可恥以外還表示 我們期待從電影之中學到什麼 得到什麼? 某種啟發 某種知識 某種靈感 的確 最接得起時間考驗的電影 往往都有這些特質 Robert McKee 在故事的解剖之中這樣說 故事不只是對現實的逃避 而是承載我們去追尋現實的工具 讓我們得以在混亂的生存當中 努力發現真諦 如果你現在在想 把這種責任加諸到每一部電影身上 未免太不切實際了吧 那麼 你是對的 不可能的任務全面瓦解 瘋狂脈絲憤怒到 都不是什麼能夠深刻映照人生的作品 但是卻是過去十年來名列前茅的電影成就 也許能夠帶給我們什麼價值的故事 不只是電影之中的故事 也是電影之外的故事 那些為了創造自己心目中的完美作品 而不惜一切的電影人 Tom Cruise摔斷腳踝還要繼續跑的決心 導演一直到拍片當天還在修改故事的堅持 也許所謂的電影 就是那些能夠讓目前幕後人員完全實現自己事業的作品 也是因此所謂的遊樂園 也許並不只是因為表面的充滿娛樂性 更是因為在漫威電影的背後 導演和編劇在多處都受到限制 我不是第一次談論這個話題了 這也是我最不欣賞漫威的一點 處處干涉導演 為了這整個漫威宇宙而盡力將風格和故事統一化 讓導演和編劇無法真正說自己想說的故事 最惡名昭彰的例子 當然是蟻人的原始導演 因為與漫威事業不符而離開 以及澳創紀元導演Joss Whedon在拍完之後表示 這是他人生中最糟的經驗 從此不與漫威合作 漫威的問題也許不是太注重於娛樂性 也許是不讓電影人有說自己故事的空間 當你知道某個演員還有幾部片的合約 當某個角色重要到你知道他不會死 這些故事自然就少了一些風險以及後果 英雄的概念以及形象的陰影如此龐大 蓋過了背後的故事以及主題 微妙之處以及複雜性 也許能夠在這些電影之中存活 但通常都是驚鴻一瞥的例外 但是這也不能完全套用在所有電影上 《星際異攻》對導演James Gunn也說 超級英雄電影就是現代的黑幫牛仔電影 有些很糟有些很美 也許Scorsese跟Copola就是沒看到那些很美的部分 更精確地來說 Copola看過他自己忘記了 我當初談黑豹的影片開頭就是說 Francis Coppola在看了黑豹的初剪之後 馬上要求再回放一次 對我來說黑豹確實是漫威最讓導演說自己故事 最深刻探討其中主題的作品 但是你知道最諷刺的部分嗎? 這唯一被Copola認可的漫威作品 唯一對Scorsese來說可能稱得上是電影藝術的作品 卻被許多漫威粉絲嫌棄 過於政治正確輸不起 只是許多人用來形容這部電影的冰山一角 也許只是也許 漫威電影會被諸多電影人批判 會被視為公式化的商品 也許是因為觀眾不想在這些超級英雄電影裡 看到更深層的探討或是讀書一格的故事 沒有人能否認漫威的電影魔力 但是在二十幾部相似的電影之後 也許多少前置了某些人的視野 而整個電影產業也因此受到影響 眾多電影公司搶著搭上宇宙的風潮 但是有多少真的成功 無論走到何處都能看到漫威的影子 你知道包含影集 明年每兩個禮拜就會有漫威的新作品推出嗎? 如果這不是超級英雄電影霸佔市場的證據 好歹也能說是個跡象 現在幾乎剩下超級大片和預算低的小眾電影 除了Netflix和Amazon以外 幾乎沒有人願意拍中等預算 稍微冒險的電影 這當然不能完全怪漫威 但它也是這一切的催化劑 李安最近也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說 漫威那種很熱鬧的電影 我本身就不是很有興趣 但是同樣招數反覆使用 觀眾看了也會疲乏吧 也許大部分的觀眾還沒感受到疲乏 但是對於其他人來說 看漫威電影已經越來越像做功課了 不是為了尋求某種深刻的體驗 而是為了跟上這越來越龐大的世界 到了某種程度 原有的魔力也會被逐漸消磨殆盡 Skorsese說他對於電影院繼續放映這些電影 沒有意見 但是他不該成為年輕人對於電影的唯一信念 漫威電影的影響力無遠伏接 擁有掌握觀眾的強大能力 但是就如一位偉人所說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也許在創造這些魔力之餘 更重要的是做出嘗試 任何嘗試都好 畢竟論誰最有資格奮不顧身的冒險 應該就是這個有著廣大死裝支持者的系列了 作為一個遊樂園並沒有錯 但是在遊樂園之中玩久了 難免會暈頭轉向,失去方向了 漫威在過去十年之中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嶄新的世界 也許是時候讓我們更認識自己的世界了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才不會因為YouTube演算法錯過任何影片 我是超粒方,我們下部影片見 自己設定文件 方法序 咖啡 如果更悔,你會有待會 沒禁止